首先,你接收MIDI software和CMinute, 接收Cons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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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现在我们是空台这里已经编了几个程序了, 等下我们把它录进去。 Consular have put some program. 现在,我们需要录制 program to the software. OK,第一步我们点下这个设置。 Setup. 点下MIDI设置。 然后这里有一个记录时间码。 这里其实我们选择一个节目。 比如选择节目1, 选择节目1之后, 那我们在这个MIDI软件这里, 点录制。 好,你拍空谈。 点录制之后, 那我们这个时间码就会动。 你看,我点一下。 好,时间码在动。 那我们可以。 time code is removed. 对,可以触碰我们的程序。 to active the program. OK,然后我们多录几步。 Now we save more step. 最后再录一步。 比如现在录制完成之后, 我们点上这个。 Finish the recorder to stop. 对,然后把这个光标可以移到第一个, 就是最开始的位置。 这是音乐播放从中开始。 to remove to the falsely. 好,然后这个空谈这里, 我们录完之后, 一定要点下确定键。 After you record, you need enter, enter. 点了确定键之后, 你看这个节目1里面已经有时间了, 然后退出。 点下这个播放时间。 选中那个节目2。 一定要把这个播放给选中啊, 我们点下B菜单。 Postly you print B to choose play. 对,他的白色就是选中状态。 when become white is the truth. 好,这时候我们直接点播放音乐就可以了。 Now play the music. 好,播放音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灯光。 to see all the music is for the lighting is for the music. 对,他现在正在播放。 Now it's the play. 他在播放我们录的这个时间, 用midi软件来触发这个时间码。 然后可以停止了。 OK,finish. 我一会这样的声音,